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排行榜 从这个排行榜上 大概大家能看到一些 在今天美国就有影响力的人物 跟机构 特别是媒体 那第一个就是川普了 第二个是新唐人电视台 我们中国人做的 中国人做的 现在在美国的保守派当中的影响力巨大 他每个星期有这么一个排行榜 那Epoch Times 就是我们通常说大纪元 他是在美国 在这个排行榜当中的 他居第五位 每个星期他会有波动 Epoch Times 大纪元曾经位居第一 超过大概有两个星期 超过了川普的账号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了 这确实是中国人的骄傲 那大纪元跟新唐人 是在川普 在这次美国大选当中 在美国主流 完全的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巨大 几乎跟过来的朋友 都能理解到 所谓的精英的一切 黑人命贵的一切 其实他是极少数的 但他们却掌握了 这个社会资源跟国家的权利 所以对很多的朋友来讲 真正的主流是被压制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那川普目前在社交媒体当中 应该只剩下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Telegram上 Telegram上他不到1100 不到110吧 整个这个社交媒体不是很大了 但Telegram上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这是我们能够 这是很实很实际的 那川普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再往前就是昨天的 昨天的声明 他应该所指的 我讲我理解 他应该是所指的 今天凌晨半夜的时候 那个有关3.5万亿的 这个预算投资法案被通过 50比49被通过了在参议院 这样的话 共和党人基本就全输了 应该这么讲 共和党人基本全输了 所以川普在他的推文当中 就直接就这么讲 描绘了 说应该讲恶棍 其实前代不是牛 不是公牛对那个牛 他是讲恶棍的 恶棍永远是不敢面对现实的 恶棍不敢去格斗 面对面的格斗 面对面的决斗 他是不敢的 他是见不得人的 在我能理解的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 那同时也表现出川普的无奈 川普的纷争 川普的无奈 他自己能力 他自己现实状况受控的一切 都在其中 都在其中 然后今天其实他在推特上 透过推特的账号 推特账号是这个保守派的一个账号 转推了他两个声明 那个声明是比较快的 就是比较 比他比在这儿快 一个声明是针对福克斯新闻榜 福克斯新闻网 有关去年大选的问题 那个是 那个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了 第二个就是谈到 他有关这个 有关这一次的3.5万亿的 这个预算法案 所以他当时用的是 Good morning 他刚才刚刚转到这边了 下午三点半才转到这边了 所以这应该是跟 他上面讲述那个概念 是一个概念 他只是向美国人描绘了 美国人的未来 美国人的未来将被现今政府 完全被摧毁 看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